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前不久在朋友圈里面有一篇文章刷爆了 这个文章的名字叫 职场不相信眼泪 实习生要哭 回家哭去 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职场新人 全部都是从打砸开始 买饭 买咖啡 扫地 插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本来就什么都不会干 所以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帮其他的同事提高工作效率 让他们不要去做打砸的事情 你去把它给干了 所以你就应该干这个事 文章当中说 刘洛英在出道之前 是著名音乐人陈生的助理 什么杂事都干 包括扫厕所 他和另外一个助理分配 刘洛英135 那个助理246 那个助理的名字叫金城武 和扫厕所相比起来 你那点不算事吧 一个男人如果能忍所不能忍人所不忍 他的生活空间就比别人大 能而不忍是匹夫 忍而不能是懦夫 你既不能能也不能忍 就什么也不是嘛 你还能干什么呢 等你真正到了有一技之长 能督挡一面的时候 再来说我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工作任务 其他的就别废话 行不行 至于你 我以前经常说一句话 想要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 是所有女人的本能 但是使自己的男人更为成功 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本领 你一方面想要望夫成龙 一方面又舍不得让人家离开 一方面怨恨他无能 你又没有引导他的智慧 你要干什么呢 在这段感情生活当中 你除了怨恨他 和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接回来 你又做了什么 又要马儿跑 又要马儿不吃草 所以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也挺自私的 闯 没有问题 像眉头苍蝇一样 没有可行性方案的去闯 的确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拒绝他闯 那很显然 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逆反作用 如果你可以和他一起去商量 你闯 你有什么样的计划 你准备怎么做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作为你的恋人 我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那也是我的一份光彩 只要我能做的 我愿意跟你走 你连一个基本态度都没有 只是跟他说 你留下来 你别去闯 然后一次次把他接回来之后 再把他没头没脑地骂一顿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其实我认为你们俩在一起的 爱情的生命力 很枯萎 走不远 就他这眼高手低的这种情况 我看一时半会儿非常难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从某个角度上 其实也体现 你们俩好像没那么深爱对方 如果一个男人在数次 遭遇到挫折的时候 如果你在遭受到别人指使 你不能忍的时候 你想想他 想想你将来的婚姻生活的时候 你为了自己的女人能忍 那我认为你挺爱的 但没有 你只是耍自己的小性子 说不忍 我就不忍 而对于你来说 你也不是很爱他 你若是真爱他 就应该有实质性的帮助 恋人之间是一段深厚的缘分 这种缘分往往就体现在 帮助对方成长 而不是只会提出要求 你们俩 且行且珍惜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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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